为了培养孩子的阅读养成 必喜欢上看书这件事 台东县政府将在文化处图书馆 和北南乡图书馆 分别举办小小爱书人活动 当中会分享畅销音乐绘本 并且把书中动物拧人画 以幽默童话的方式 加上乐器合作 让幼儿通过听说故事 启发孩子的阅读兴趣 还有艺术天分 台东县政府文化处 为了响应全国性台湾阅读节 从18号开始为期三天 将分别在文化处图书馆 与北南乡图书馆 办理小小爱书人活动 并透过听说读写玩的活动方式 激发与培养幽儿对绘本的兴趣 听说读写玩 这个五个区块的一个元素 设计这样的一个绘本 怎么样去传达 让小小的幼儿 能够透过书本的一些很有趣 然后是一个游戏 然后是一个分享 让小小的幼儿成为我们 文化处图书馆的一个小小的 一个阅读小尖兵 这次将分享畅销音乐绘本 并把书中动物拟人画 以幽默同趣的方式 加上乐器合奏 让幼儿体验独特的非洲乐 也启发孩子艺术天分 我们也在这个活动当中 我们也实际的结合 非洲的一些打击乐器 然后也用竹子所做的一些沙铃 可以产出音乐 然后就是在设计上 会让小朋友觉得 书本跟音乐 跟我们生活学习的过程当中 都可以去很仔细的去注意到 不同的一些生活的面向 文化处期盼家长能带着孩子 一起来图书馆学习绘本阅读 回到家庭则能实行亲子共读 循序渐进地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 就讲解台东市报道